字幕 李宗盛 拍這檔戲的過程當中來學習 這個大溪關公 繞境的這樣子的台灣文化 體力活是交給年輕人去處理 但我在裡面我是要學樂器 這樣好有力的在吹 每天不斷的吹 韓劇不要吹索納 但我覺得索納太傳聞 所以就自己突發其想 我就跟導演說 我來吹小浪 我上了兩三場就 但起碼就第一個聲音 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他說有人吹兩個月 兩個禮拜 一個聲音都發不出來 但是我兩天發出聽一個聲音 所以我是有興奮 我們父子最近都在重訓 這也是我們大溪的文化 就是打陀螺 一顆陀螺將近快五六十公斤 還是腰喔 還好夏天龍 腰本來就不好 真的 腰痛不打了 一根玉石的印象是 你們生出那麼帥的兒子嗎 哈哈哈哈 靠我靠我 哈哈哈哈 是有為了打波波不健身嗎 欸 有 因為還有要扛神將啊 三胎之類的 像神將也是四十五公斤 喔 四十幾公斤喔 對 然後要扛這種 所以真的需要體力 體力你OK嗎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沒有啦 我真的太面向了 沒有啊 那會的體力可能差一點 欸 他也是這樣也要知道 也要知道 趕快點 最難的是 因為我要有一個 有一點質疑 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 他不善就是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然後 眼跟眼神都會 不能融入社會 我先跟你們講 對啊 我不會知道台詞 有可能說我要講什麼 但是我可能會停不住 我當下情緒 我不想講話 我就不接你們 那就不要講 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我也不接 我也不接 你們要自己想辦法 那就不要接他 就不要接他 我就不要接了 我們練扛神將 我也很辛苦 我們 對我們運行 這角色裡面還是 搬家公 搬家的 好密喔 所以我還是自己去 跑走去找朋友搬家 就是搬家公司去體驗 打開門的時候 他們那個搬家的 因為那個屋主有下一個 我有搬那個 就是那個 電餅箱 哇塞 而且他剛好 我那天 種一個千瓦 什麼呀 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 那你搬家有被認出來嗎 有 有被認出來 有人以為你那個 去潤洞 我都有和潤洞 欸 你有劍嗎 我搬家 那個學長 沒有來體驗 不然一開始 有這麼不好 景氣這麼不好 沒有